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油管上面 说这件事看起来好像很邪门 但它这个邪门倒不是说特别玄幻 而是指这件事 它总是给人一种很无厘头 不知道它要干什么 这样的感觉 那简单概括一下 说这个事是从2017年开始 有人在YouTube上面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视频 这些视频拍的都是一些 就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想拍什么 比如有时候是在大街上 远景拍一个正在等车的女人 而且很明显是偷拍的 或者会去一些废弃的房屋里面 拍那些破旧的房子 那些破烂墙壁拍这个 也有一些比较独特的 比较刺激的 比如会拍一些小动物的尸体 甚至还有一些比较暴力的 比如拍到有人被虐待 被殴打的一些场景 那这些视频前言不达后语 好像都没什么关系 一开始呢 有一些网友也看到了 但其实大家都没怎么在意 都感觉这应该就是胡乱拍的 没有什么逻辑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啊 越来越多的新的视频被传上来了 那这个时候 大家才慢慢的发现 这些视频好像并不是毫无章法 这些视频看似凌乱 但实际上似乎可以连接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只不过呢 它的顺序被打乱了 而且这件事情 它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啊 视频的内容 似乎已经涉及到了恶劣的犯罪行为 那么这些视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到底描绘了什么样的东西呢 视频作者又是谁呢 其实这件事 它背后的真相 相信会让很多很多人都目瞪口呆 提前说明 本期节目 我们会有配套的一些视频和图片资料 如果大家感兴趣 想去看一看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在微信中搜索微信公众号 大碗说故事 点击关注之后 在公众号中回复关键词 视频 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补充资料了 那么这个故事的开端 要从2017年5月份开始说起 有一位昵称叫做阿尔特鲁斯的网友 在YouTube上闲逛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叫做突救的视频 于是他就把这个视频点开了 发现这个视频呢 拍的很无聊 的确就只是拍的突救 视频里面 一群突救在地上来回护着 争抢着地上的一块肉 就这样拍了好几分钟 就拍这些突救在吃肉 这阿尔特鲁斯呢 也看了好几分钟 末了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感觉太无聊了 就想关掉 但就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视频画面变了 镜头切换了 切换到了一间屋子里 但这个屋子里啊 好像刚刚经历了某些非常可怕的事情 这地面上全都是血迹 有一个男的正在冲洗地面 要把这些血迹清理干净 但是呢也没有人说话 不过这个画面没有持续太久 几秒钟之后画面又变了 这次呢这个镜头前面 出现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手里拿着一根针管 慢慢的扎进了自己的胳膊里 紧接着就看到鲜血缓缓流出来 那这个画面也莫名其妙的 但是还挺刺激 不过它同样也没有持续太久 很快画面再次变换 又变成了几只突鹫在那吃肉的画面 但是这还没有完 就在这些突鹫吃了半天 视频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 在视频的最后几秒钟 画面再次变化 这次画面里出现了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神秘人 他站在树林里一动不动 接着镜头逐渐靠近 但就在即将看到这个黑衣人的面容的时候 画面一黑 视频结束了 这段奇怪混乱的视频 引起了阿尔托鲁斯的兴趣 他很好奇到底是谁在拍这些东西 视频里出现的那些血腥的场面 那个往自己的胳膊上插针管的人 这些镜头到底是艺术创作 还是真的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为了满足好奇心 他顺着视频下面的信息 找到了这个视频的作者 这个作者的昵称很奇怪 读起来应该是叫做Cept Hair 但是这两个单词 它好多字母是分开的 那分开之后应该就不能这么念了 但无论如何吧 咱们直接音译 咱们就叫它开普尔 说这个开普尔这个账号呢 是在一个月前 也就是四月份注册的 截止到阿尔特鲁斯查看的时候 他发现在这个开普尔的视频主页里 已经上传了好几十个视频了 于是这个阿尔特鲁斯 他就简单的翻看了一下 发现这些视频啊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风格 全都是不知道在表达什么 简直就是迷惑行为大赏 举个例子吧 比如有一段视频 拍的是一片绿草地 这个拍摄者就拿着相机一边走一边拍 他也不说话 看到地上有好看的花了 就蹲下来仔细的拍一下 这就是视频的全部内容 再比如呢 有一段稍微有点刺激的 拍的是一段小动物的尸体 这具小尸体呢 看起来应该是一只猫 而且这个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 腐烂的还有点恶心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啊 在这个猫的尸体的下面呢 有一张白纸 这个纸上写了一句话 写的是 Please God is watching 说拜托了 上帝在看着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看到这儿呢 这个阿尔特鲁斯啊 他更加感到奇怪了 说这视频这什么意思呢 猫的尸体 然后下面还有这么一句留言 这要表达什么呢 这看起来呢 也不像是什么艺术创作 应该也不是什么艺术作品 他也没有什么美感 而且更加奇怪的是啊 这阿尔特鲁斯 他翻看了很多很多视频 发现这所有的视频里 这个拍摄者没有露过面 也没有说过话 唯独只有他这个脚下走路的声音 能够露进去 别的没有任何的声音 当然了 从这个偶尔的镜头偏斜 比如下蹲的时候 偶尔能够拍到这个拍摄者的穿衣打扮 还有他的一些这个鞋子什么的 从这些细节能看出来 这应该是一个男的 同时呢 他应该也就是这个视频的上传者 就是这个开普尔 但是这些信息 并不能给人带来多大的兴趣 毕竟这些视频看起来真的是太无聊了 又看了几个视频以后 阿尔特鲁斯感觉这确实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了 于是把他就给关掉了 直到几天以后 阿尔特鲁斯在网上冲浪闲逛的时候 又感觉无聊了 于是又再次打开了这个视频主页 结果意外的发现 这个开普尔 他又上传了一些新的视频 而随着这些新的视频的出现 他发现整个故事 开始慢慢的往奇怪的方向发展 那么在进一步的介绍这些视频之前 有一点我们需要提前说明 说这个人啊 他上传的视频顺序都非常乱 都是不连贯的 那这个视频拍的是花花草草 可能下一个就跑到屋里去了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这些视频的内容 其实能发现有一些视频 他所拍摄的和讲述的 应该是同一件事情 那么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们把这些视频呢 做了一个简单的归纳和梳理 发现这些视频呢 大致可以分成四类 首先第一类围绕着一个女人 说这类视频的基本都跟一个女人有关系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视频呢 都围绕着一对情侣 第三类视频 拍的就是一些比较暴力 比较血腥 比较恐怖的情景 最后第四类视频 就是一些很普通的视频了 都是一些花花草草啊 景色呀 人物啊之类的 跟整体剧情应该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当然这是我们个人的推测 那咱们来逐一介绍 首先来看这第一类视频 围绕着女人的视频 那这类视频的第一个最开端的一个视频 它是这样的 这视频拍的是在晚上 室外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篝火堆 看样子应该是在野外露营 在这个篝火堆的旁边 坐着一名身穿着格子衬衫的一名男子 这个男子看到这个拍摄者过来了 就对着拍摄者说 你能不能跟我聊聊那个女人啊 拜托你别拍了 把相机放下 咱们来聊聊 然后呢 这个拍摄者就把相机放下 这视频就结束了 那这个视频呢 其实没有什么信息点 但是他提到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是谁 我们猜测应该就是后面这些视频当中 拍摄到的那个视频主角 在其他的几十段视频里呢 有这么几段跟女人有关 有一段视频 看起来应该是刚刚那段视频的后续 拍的还是在篝火堆旁边 旁边那个男的和拍摄者在聊天 他们的对话呢 基本都是在围绕着一个女人 但是一直没有说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就只是一直在讨论这个女人 她的大致的情况 经常去什么地方等等等等 那么在这一段视频之后 很明显有一段是偷拍的视频 这段视频呢 看起来啊 应该是在一家超市 或者是在商场里 这个拍摄者 他一直在偷拍一个年轻的女孩 这个女孩看起来有20岁左右 从女孩的衣着和这个样貌来看呢 应该就是他们之前讨论的那个女人了 而且这还不算完 在另一段视频里 拍摄者跟踪这个女孩 来到了女孩的家里 站在女孩家的窗户外面 偷拍这名女孩的一举一动 而且更加惊悚的是 在之后的视频里 这个拍摄者 竟然在女孩入睡以后 偷偷的潜入到了女孩的卧室里 他偷偷的来到了女孩的床边 拍摄女孩睡觉的样子 那么这一段视频 可以说是让人毛骨悚然 显然这样的行为 只有一些变态偷窥狂才会干出来 一般的人 他是不会干这样的事情的 当然这段偷拍的视频 以及相关的一些他们讨论的视频 我们都已经下载下来了 大伙如果要看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大碗说故事 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视频 就可以看到了 那放心 这视频里面的没有什么 比较黄色的裸露的镜头 都是比较黑的挺自然的 那当时这段视频出现之后 渐渐的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 有很多网友开始讨论 但是呢 其实大家并不知道 其实这个偷窥 这个偷拍的视频 它仅仅只是 我们这个庞大的故事的 一个小小的开端 接下来的将会更加的诡异 不久之后 在这个开普尔的视频主页里 又上传了一些新的视频 这些视频拍的是一对年轻的情侣 这也就进入到了我们刚刚说的第二类视频 那这第二类视频呢 虽然说拍的是情侣 但实际上基本都是男生 在拿着摄像机拍他对象 拍那个女生 这个女生的很漂亮 上身穿了一件灰色T恤 下身穿了一条紧身牛仔裤 头上戴着一顶浅蓝色的毛线帽子 留着短发 长得非常漂亮 看得我都心动了 那么从这个视频拍摄的内容来看啊 以及他们之间的对话来看啊 这对小情侣呢 应该是一起开车出去玩 拍的都是一路上的闲聊啊 各种各样的风景啊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不过呢 其中有一段视频 是女生拿着摄像机在拍男生 能看到这个男生呢 穿了一件夹克衫 戴着一个眼镜长得挺干净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在这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区啊 有人就在猜测了 都在说这个男的 会不会就是这个视频的上传者 就是开普尔本人呢 会不会就是前面偷拍女孩睡觉的那个人呢 应该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拍摄情侣的这些视频的画面啊 画质都比较高 都比较清晰 而之前那些视频的画面呢 那画质没这么好 都有点模糊 画质很差 那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两类视频啊 是用两种不同的设备拍的 那么这个视频的拍摄者 就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 所以说 这个男的 他应该就不是那个 拍人家偷窥那个人 除此之外呢 有细心的网友 还发现了进一步的证据 有人发现呢 他上传的这些视频啊 虽然说 这个名字 都是一些字母数字组成的 胡乱的编码编号 看起来杂乱无章 但实际上呢 仔细观察 能发现这些这个编码 这些编号 不是随意组成的 而是有迹可循的 什么意思呢 咱举个例子 比如说 拍摄这些情侣的这些视频 这些视频的这个名称 基本上都是一个字母P 后面再加上一串数字 都是这样的 而之前那些拍摄女人睡觉 拍那些破烂的房子 那些视频的名字呢 基本都是字母DV 加上一串数字 还有一些呢 是字母IMG 加上一段数字 都是这样的 那其实玩过相机的朋友 一看应该就能看出来了 那这种不同的字母前缀 再加上不同的数字 这其实代表着 这个视频的拍摄设备 是各有不同的 不同的设备 他导出来的这个视频呢 视频名称的字母前缀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这开普尔 他上传的这些视频来看呢 一种是字母P开头的名字 一种是DV开头 一种是IMG开头 这说明他上传的这些视频 至少是由三种不同的设备拍的 但是使用这三种不同设备的 是不是同一个人 说白了 是不是同一个人拍的 其实不好说 但是我们从常理上去推测 应该能想到 这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应该是三个不同的人拍的 因为你想啊 如果是同一个人拍的话 他没必要一会儿换这个设备 一会儿换那个设备 而且有的设备画质那么差 他为什么不一直用那个画质好的设备呢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 这有可能这不同的这个设备对应的是不同的拍摄者 那其实这样的情况让大家会更加好奇 既然猜测是三个不同的人拍的 那为什么这三个人的视频全都会上传到开普尔的这个频道里面呢 这就很奇怪了 那大家纷纷在这个视频的下面留言讨论 说什么的都有 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但无论大家怎么讨论啊 怎么给这个视频的作者开普尔发消息 让他回答 但是始终他都没有回信 始终没有出面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就让大家对这个视频的好奇心更加的强烈了 就这样讨论了几天之后 两段新的视频被开普尔传上来了 这两段视频有意思了 其中第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的名字同样是字母P开头的 说明这拍的应该还是那对情侣 不过这段视频的内容啊 让大家有点紧张 这段视频首先很短 只有29秒 而且画面一片漆黑 看起来是在夜晚拍的 视频当中有一男一女在对话 从这个声音判断呢 应该就是之前的情侣 但是他们此时似乎非常紧张 把声音压得非常低 从他们的对话当中可以得知 此时他们应该是在野外露营 现在呢是在半夜 他们正在帐篷里面 本来呢 他们已经在帐篷里睡着了 睡下了 但是在睡梦当中 他们忽然被某些声音吵醒了 而且很快他们发现在帐篷外面 似乎有什么东西 但是还没等他们搞清 外面到底是什么 这段视频就结束了 而且可怕的是 从这一段视频之后 开普尔的视频主页里 就再也没有这对情侣相关的视频了 那么这个情况不得不说 让人细思极恐 然后第二段视频 这段视频的名字是DV开头的 这说明这个视频跟之前那些 是同一个人拍的 那么这一段呢 也非常短 只有45秒 而且这一段视频的内容啊 可以说是 有那么一些惊悚 那这段视频呢 是在一个破旧的地下室里 里面没有灯 非常黑 只能靠着手电筒来照明 不过很快就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之前 拍摄那只猫的尸体的地方 在视频当中 拍摄者拿着摄像机 一直在往前走 慢慢的拍到房间的角落里 有一张椅子 不过就在镜头 往左边移动的过程当中 不经意间 拍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因为镜头晃动的比较厉害 所以这个东西呢 在镜头当中 只是一闪而过 非常短 但如果仔细看 能看到这个东西啊 就好像是有一条蜷缩起来的人的腿 好像有一个人光着身子 蜷缩在那里 然后呢 这个镜头并没有拍到全貌 就只拍到了一条腿 看起来也挺吓人的 但是因为镜头晃得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东西呢 只是一闪而过 没法看得太清楚 那这还不算完 这个拍摄者呢 似乎没有看到那个东西 反正他没有什么反应 就只是直接扫过去了 然后他端着摄像机 开始原路返回 但就在他登上地下室的楼梯 镜头望上移动的时候 赫然看到啊 在楼梯口 有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 一个神秘男子站在那 之后视频戛然而止 那毫无疑问啊 这段视频 比之前的那些视频 要更加刺激 还带有一丝惊悚的恐怖的色彩 但是这段视频 它的意义是什么 它要表达什么 很快有人注意到 最开始我们提到的 突旧的那段视频的最后 也出现了一个 穿着黑色长袍的神秘人 而这个视频里呢 也有 那这两个黑衣人 他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那这个人是谁呢 他跟这个拍摄者之间 是什么关系呢 可以说啊 现在事情发展到这儿 一切仍然是乱七八糟 毫无章法 我们仅仅是把视频归了类 但是也没法看出视频里 到底在描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先是突旧 然后是偷拍 然后是小情侣 末了呢 又出了这么一个 有点惊悚的一个视频 所以此时大家心中的疑问 那是越来越多了 首先 被偷拍的女孩 她到底是谁 后来她怎么样了 其次那个情侣 他们遇到了什么 而最后的视频里 那条人腿一样的东西 那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一个人 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这个黑色衣服的男子 他又是谁 而最最重要的是 那个被偷拍的小女孩 那对小情侣 他们后来为什么没音了 他们是否遭遇了不测 这些视频之间 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我是大腕 大家稍安勿躁 如果感兴趣 欢迎去微信公众号 大腕说故事 后台回复关键词视频 来查看我们本期的相关视频 和图片补充资料 好 稍后下节 咱们接着说 再见 好 ど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